欢迎大家收看屈机小世界,我是Dr.Raymond 大随直啦,来到大随直,当然要跟大家做一个年度总结啦 总结些什么呢?来不开都是两个字的了 我们经常说来说去都是两个字 老美,不是,我是说美国 美国其实在过去一年真的用尽法宝,用尽手法来搞中国 是务求多多亿善少少无拘 出尽法宝,用尽招数,洗尽温身解数 今天我们就来数一数老美七招 在过去2021年的老美七件事 这七样招数,这七样阴招究竟是什么? 我们就说老美七招啦 那哪七招呢?逐样来先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实拜登,即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今年的一月才正式上任 短短三个月,即是刚刚过了使用期,就开始搞事了 在四月,当时时拜登已经说,第一只要就出现了 他就联同美印日澳法五个国家,就走来搞中国 当时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搞什么南海航行那些东西的 不过,很短很短时间呢,首先就是印度自己的疫情失控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都真是历历在目啊 还记得有一张新闻的照片,是讲着 由外太空拍到印度晚上,火光红红在烧着尸体 他将恐怖的照片,然后当然还有的就是澳洲 受到中国高规格的制裁,就令到拜登的第一招 阴招不攻自破,因为你都要联合五个国家一起去做的 偏偏一个就搞不定自己家里的问题 第二个就被人制裁,那当然啦 日本那些是不是都是站着,由手好走的嘛 美印日澳法,只有一个法国,他又鬼那么远 那做不出什么样子?拜登的第一招就在模式模式那样 就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啦 那跟着来的就轮到第二招啦 去到六月的时候就搞个G7峰会 当时他们就说要联合打压中国 那但是跟着来的呢 首先就出现了美国涉听他们自己的盟友 即是欧盟的盟友,一件这样的与野 发觉你原来叫人帮你手打压中国 但是偏偏就在那儿涉听你自己的盟友 然后中国就推出反外国制裁法 就是我们当时叫的反先遼者战法啦 搞到很多欧盟国家都在想啦 喂你有这样的法例推出 我和美国玩在一起 没有数位的哦 真是不好玩啦 那G7又无端端又散了啦 那当然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 当时时伊利西伯女王浩 亦都说要走来南海巡航一下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事后就是,行天真是有行过的 不过没有搞到什么大件事出来 因为都不好意思搞了嘛 纯粹就是帮美国做show 都说要走个catwalk 好了,接着到六月了 无端端就想想想想 嘿,初初的第一式是美印日澳法嘛 第二式是G7嘛 第三式,这两个都不show他 不如找俄罗斯啦 那在六月的时候,美国就说 不如连同俄罗斯来抗中啦 这个都傻傻的 有什么理由找同中国意识形态 都相对接近的俄罗斯来抗中呢 那当然啦,一面屁啦 大家都记得,接着没多久 英国战艦在两个星期之后 走到去乌克兰的对开海面 就被俄罗斯用一顿炸弹炸了它走啦 哇,俄罗斯说嘛,普京说的 他说,真理是用炸弹炸出来的 他就炸给你看 哇,简直是兜巴这样升到英国 多大块人心啊 那当然啦,美国这个时候就在想啦 一招、二招、三招 即是头三招啦,在讲下 即是第一招就是美印日澳法啦 第二招就是G7啦 第三招就是联俄抗中啦 都不行 哦,我想明白啦 因为钱 所以,美国当时时七月就说 搞这个B3W啦 什么呀,就是抄袭中国一带一路的模式 哎呀,我借钱和你起这个,起那个 不如你会起,我都会起的 但是当时时呢 去资助这个B3W的美息一带一路 就是一个叫做蓝点网络的东西 这个蓝点网络就是美国、澳洲和日本搞出来的 即是一些财团 是美国、日本和澳洲的一些财团搞出来的 一个所谓网络来的 就是用来泵钱的,用来借钱的网络 大家想一想,都不是很妥的啦 借钱,我倒不如同世界银行借 如果我是越南,我就不想借他啦 我是菲律宾,我也不想借他啦 讲下讲下,全部都得过框 结果又是没了一件事 因为讲到尾 美国根本就不会做一带一路这类型的东西 他只被他拿来,sale一下而已 人家有嘛,他说他都有过 那么好啦,第四招由不欢而散 因为根本就落实不了 但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 在这件事情,即是说美国抄袭中国的一带一路之后呢 他们就要面对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啦 就是要撤出亚富汗 那当然啦,你要撤出亚富汗的禁鱼的东西 当然要找一些其他厉害的东西 没给人知道的嘛,那些鱼事 第五招就是把中国讲成是邪恶帝国 那当然啦,今次讲邪恶帝国的呢 就不是拜登 就是说刚刚之前过一任的副总统彭斯啦 就说中国是邪恶帝国 但是说分两头说,这头说你是邪恶帝国 那头就说要跟你开个直线Hotline打给习主席 那你就想一下他们搞什么啦 在面上就说到你有那么坏得那么坏 在底下就大家骗了手 那好像希望跟你做个朋友哦 那你又信不信他呢? 但是这个世界就没死错人的 那你要问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周围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曼 又或者是国务卿布林肯 甚至乎是副总统何锦麗 都曾经出访新加坡啊,菲律宾啊 又或者是越南这些国家 但是无奈,去到这些国家 要不就吃闭门羹,不要说吃闭门羹的 有贼待他的 不过人家就说明,我们是不会想靠边站的 但是好像越南那样,都不要说他说是否靠边站 本来越南在应付新冠肺炎疫情上面 都算挺成功的嘛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控制不到他们的疫情 砰一声,他们就要封城 而且还说,一封城,经济要倒退20年 那你想想,在这个情况下,谁愿意帮美国? 而事实上,远水不能够近火 最近越南的中国的确确是肆意援手 美国?又是不断耳朵 一向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连他经常在说 就是我说美国经常在说的 人态策略 你数一数,由西面的印度 一路去到隔离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越南又或者下面的菲律宾 再数回去台湾 个个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那你说,如果一阵人打算去搞别人的 这阵人打手,个个都病了 你又怎样打呢? 而事实上,美国不单止是这些国家层面打理的 他亦都会在一些其他事务上面打理 例如新冠肺炎的病毒源头重塑的问题 这个时候,刚刚就撞正世卫要重选新干事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 这个谭德塞当时时就为了参选 算了,就站在美国那边 就说,哎呀,好了,我们重塑一下这个新冠肺炎的源头在哪里 说完了,选完了,九月之后就已经选完了 事情去了哪里,就没有了 所以中间那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谭德塞醒目 还是美国借他来发挥 但是说来说去就是,根本就是没有 所以结果这件事又不行了 来到八月,基本上是一个乱局 这个乱局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 来到这个时候,就刚刚就是天津会谈了 美国的副国务卿舍利曼去了中国 当时时我们国家的做法就是,给他两张清单 两大诉求,缺一不可 你和我做完才会回来 那当然啦,一面屁就要回去啦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美国在亚洲区的传统盟友也好 一是就有获足,一是就不想动 一是本身都有事,例如阿富汗 当时时美国就要撤出阿富汗 而塔利班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呢 就第一个走出来说,我会帮我们中国保卫领土 那当然啦,很快很快,阿富汗就变天 塔利班就变成阿富汗的新主人 美军呢,就要落幕地离开阿富汗 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一幕 真是当时回忆起,就是当年越战 美国匆匆地离开于越南的那一刻 一模一样,历史又重演了 去到九月的时候,我们刚才数了五样东西 哪五样呢?美印日奥法 第二个的G7 第三个的美国希望联合俄罗斯来抗中国 去到第四个的B3W 即是美国版本的一带一路 去到第五个的说中国是邪恶俗心 来到现在,第六个,你会发觉 一个一个盟友慢慢地离开 一个一个盟友慢慢地疏远他们 又或者不要搞我了,我家里已经很乱了 你不要再搞我了 来到这一刻,大家是不是觉得 就好像电影里面那些坏蛋呢? 想弄人那样,弄一次不行 弄两次不行,弄三次不行 到最后就是他会说什么? 那句对白多数都是这样的 你们一个一个弄一饭桶来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等我自己来 于是乎这个时候,他就自己来了 来到八月的时候,美国就说 他就当用三亿元去数臭中国 是,一于自己做 那这个第六次的,这个阴招又怎样呢? 结果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接着你听到外面就说 美国想和习主席聊天 要设置一条direct line 而与此同时呢 刚刚又有两件令美国很尴尬的事发生 就是美国的参谋会议主席 General Miller,即是米勒 就突然间揭了一件事出来 就是说原来他自己私底下打去中国 我们不是想打的,你不要跟我们打 这些这样,当然在美国的角度 觉得他是艾仔 但在他军人的角度 他没有理由拿他自己国家的人民来死 明知都不是打,明知总统 可能是上一手的痴线 这个就疯了 那你想想,真的不是说不怕 那然后,还要很尴尬的 就出现了法国潜艇事件 啊,无端端要去抢人生意 这个时候 那你想想,多么尴尬呢 你之前的所有做的那些事 所有什么盟友 嘎嘎嘎嘎嘎嘎 个个都不管你了 现在,为什么呢 哇,跟你去合作搞中国 你看一下都搞不到的了 然后现在还要搞成这样 来自己抢自己生意 有没有搞错啊 怎么跟你做盟友啊 那,第六个这个阴招呢 就在这些这样的其他 这些种种事情底下慢慢地落幕了 这个时候,在第七件阴招发生之前 就发生了几件事了 首先,就是10月 我们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 就真是回国了 那,这件事正正见到就是 美国开始不能够维系住 他其他的这些盟友 叫他,喂,你和我抓住他哪个啊 不要放人啊 别人都说知你啦,放就放啦 那就放了回去啦 然后,大家都可以想到的了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什么英美日奥法啊 什么G7啊 什么美俄联合抗中啊 这些起码都叫大国啊 大国不骚你,自己又不搞不定 于是,就找些二打六咯 立陶苑事件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了 轮到立陶苑也来 你明不明那个问题呢 情况就好像你和人抓仗棋那样 你已经没了棋了 只有一只竹和自己的皇帝在那里 在那里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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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都没了棋了,可以怎样啊 叫立陶苑试试吧 立陶苑?不是吧 是生过的海那三个小过 不是不是,即是菠萝的海 那你也拿下去的 你几可有听过立陶苑会上世界的政治头版的啊 但是国际新闻头版 今天就有立陶苑粉了 当这些小脚式突然间走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唉,这些电影拍到都去到 真是所有大角色都没了 只剩下小脚式的 现在 立陶苑这头一出来 那头已经给我们国家的海关上的清单 就不见了它的国家名了 惨了,现在连清关都不行了 你说多大劑呢 当然啦,美国是华智里死的 他叫立陶苑做他的烂头卒 你国家名在别人那里不见了 又不是我的国家名出事 华智里啦 所以你会见到他继续推他去死的 那立陶苑当然啦 就是中央夹着那只小国 那种东西真的就在那里陷入了 那当然啦 叫得立陶苑来做事的 所以就当然叫一些不汤不水的 例如好像台湾那样 走出来说一些类似两国论的东西啦 没什么可以搞的啦 搞来搞去都搞到最后都是台湾的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觉 美国已经去到 即都不知道用什么人来搞你好了 而当然还有个大问题喔 就是他国家里面的物流网都开始塌了 连他自己里面的供应链都开始断裂 死啦,里面又不行 本来他打算是他找那几个国家 要不走出去 要不就病鬼了 要不就躺在那里 怎知今次连他自己都病了 这个时候 在11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最后就说了一句话 你想改变中国 错啊 你根本是改变不了 等等 他的改变当然不是只改好你啦 而是改到你变成他的附庸国啊 附属国啊 或者是听了他说的那种嘛 叫做改嘛 那么他现在最终发觉是改不了的啦 那大家都知道的啦 当王爷不能够将责任推到你身上的时候 他又发不了烂赞 那会怎样呢 就在你面前撒野咯 少过变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轮到欧洲三十二国就走来说 要取消中国的普惠制啦 就是我们经常在说话的泊车优惠啦 中国给他买那么多东西 给那么多钱 现在有个泊车优惠 他不给我们 算了 好给你啦 真是好给你 你拿回去啦 我不要你的泊车优惠 我不离你去买东西 到最后 于是他真的想完 六样都搞你不行 于是到年尾就出第七样板斧 那样就是要杯葛北京的东奥了 你想一下 他叫完杯葛北京东奥之后 173个国家都不骚他 只有二十多个跟他说 对啦 我们不派官员出席啦 没事的 你自己丢架而已 你去人家家喝 你爸爸妈妈都不来 只有几个年轻去 那你怎样交代呢 其实他自己很噁心的 说真的 如果你看到这些以上东西的话 你会发觉其实在过去的一年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 十分之有趣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很明显两国开始的势头逆转了 因为中国以前未必会这样做 美国以前也未必会这么落 但是今年他真的落足全年 可能他冲太水了 然后中国很明显 在今年的而且确是稳步上扬 所以你说就是刚刚最近期 美国又想着巴结印尼去对付中国 印尼现在会说 以前不会说这些说话的 现在他会说 我们不是朋友 哇 这个说话哭了 你明白吗 因为连印尼都敢跟你说 感觉就好像金鱼叔叔 本来买开金鱼给小妹妹 他都会要他的金鱼 但是今天他说 我买一条鱼给你 他都不要 我买一条龙兔猪给你 我买一条龙兔猪给你 他都不要 你想想 真是出尽法宝 对方都不要 那种丢架的程度真是大了 以前都说叫泱泱大国 个个都看你头 现在 哇 完全是势头逆转 个个都在想想 不是啊 一单新冠肺炎 看清楚你什么为人 还叫我认你做大哥 不行啦 哈 我以前常常以为 看电影才在两个钟之内 可以看到这样的势头逆转 真是 你看看一年之内 就能够这样反转整个格局 真是快个快打旋锋 真是 完全想不到的东西 竟然在一年之内发生 这个就叫做2021年 所以这个时候 在我耳边 就有个很旧很旧的广告歌 的音乐响起了 那首广告歌是这样的 斩妖 哎呀 斩妖 哎呀 斩到它变叉燒 蹦蹦蹦 整班老美一样都跳 西毒辣音照 哇 它用音照 放毒飞标 坐下起床又出招 小心它用音照 升嘅 美色霸道民主 正宗西方 超能样 它用音照 放毒飞标 坐下起床又出招 别让它用音照 升嘅 2022年再和大家屈肌小世界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肌TV的频道 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